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真正的聪明人都不会做这四件事 否则会吧 福报好光 一起来听 古迅有说 煮粥三分米 做人三分几 简单来说就是煮粥的时候放三分之一的米 熬出来的粥才是最有营养 最好喝的 同样的道理 做人就要三分为几 七分为别人 这样人际关系才会更加和谐 余生不长你看淡多少 就会拥抱幸福多少 对朋友宽容多少 就会快乐多少 相遇不易 千万别揪着别人的错不放 否则此生只能和痛苦为伴 当你懂了这个道理 那么也就懂得了人生的真谛 一 别自视清高 俗话说的好 天外有天 人上有人 如果一个人特别清高 不懂得谦卑 那么不懂得摆正自己的位置 那么就只会让自己更加难堪 这个世上真正厉害的人 都是低调的人 都是谦卑的人 都能从自己身上发现问题的人 只有那些一瓶不满 半瓶晃荡的人 才会觉得自己是最牛的 自视清高只会沦为笑柄 低调谦卑才会让人信服 有一块抹布特别自视清高 它本身脏兮兮的 像一张皱巴巴 拉里拉他的老脸 每当他清洁桌子时 都会大言不惭地说 只要自己出手 再脏的桌子 也会被清洗干净 然而当自己真香 实淡地干起来 却突然发现 任凭自己怎么抹 也抹不干净 甚至越抹越脏 最后他气急败坏地 把黑漆漆的汗珠子 甩在地上说 这个桌子实在是太脏了 桌子反唇相机 要想清洁别人 首先清洁自己 自视清高的人遇到问题 永远都是先指责别人 却从来不会反省自己 绝对不会看到 自己的不妥知处 试想一下 如果一个人特别狂妄清高 事实只知道批评他人 处处逃避自己的责任 那又怎么会得到 别人的尊重呢 一个人要想得到 别人的尊重 就一定不要自视清高 遇到事情 不要把责任退给别人 出了问题 先学会自省 二 别强加于人 孔子在论语 言冤中言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可悲的是在生活中 不论好的还是坏的 我们都喜欢强加给别人 完全不顾及别人的想法 用自己的标准做衡量 殊不知这样做 只会让别人更加痛苦 让彼此的关系更加尴尬 子妃于安置于之乐 看过一个小故事 挺有感触的 有位管祭祀的官员 换上一身新衣服 戴着帽子 走到猪圈 这个官员对猪说 猪啊 你为什么要郁闷呢 你很光荣啊 你被选中了 你要知道这三个月 我会给你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你的身子下面 我每天都会更换稻草 宰杀的前十天 我就开始摘戒了 每天香汤沐浴 最后把你庄重的放在最好的盘子里 那上面还叼着花 你是死得其所 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这名祭祀的官员 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了猪 但对猪来说却是痛苦的 倘若不被选中 那么他还能快乐地生活一段时间 再说选中后 给予的奢侈生活 猪也完全不适应 对猪来说 最好的活法就是 把他扔在猪圈里 吃简单的东西 在泥巴里打滚 他就觉得很快乐 很显然 这位祭祀的官员 不是不懂得这个道理 而是故意幸灾乐祸 霍夫曼斯塔尔曾说 礼貌要建筑在双重基础上 既要表现出对别人的尊重 也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我们每个人都不应当 用自己的想法来要求他人 应该学会站在别人的立场 思考问题 若是硬推给别人 不仅破坏了彼此之间的关系 还会将事情弄得更加糟糕 三 别盲目承诺 有句话说得好 言必信行必果 种下行动就会收获习惯 种下习惯便会收获性格 种下性格便会收获命运 如果一件事情你做不到 那么就别轻易承诺 否则不仅会让亲朋好友的关系 变得尴尬 还会被别人以为是一个不靠谱的人 君子立身处是要坚守大道 讲大信用 信用可以说是人的第二个生命 是人生的最高行为准则 一个盲目承诺失信的人 不仅会成为众矢之地 甚至还会丢了性命 古时候季阳有个商人过河时 传因为经不起风浪沉了 他抓住一根大麻干大声呼救 有个渔夫闻声而至 商人急忙喊 我是季阳最大的富翁 你若能救我 给你一百两金子 当被救上岸之后 商人却翻脸不认账了 他只给了渔夫十两金子 渔夫责怪他不守信出尔反尔 富翁说 你一个打鱼的 一生都挣不了几个钱 突然得到十两金子 还不满足吗 渔夫只能愤愤离去 不料想后来 那个富翁又一次在原地翻船 有人遇救 那个曾经被他骗过的渔夫说 这个人说话不算话 还是别救了 于是商人死了 商人两次翻船 遇到同一个渔夫是偶然的 但商人的不得好报 却是必然的 因为他承诺的事情没有做到 失信的人自然会得到报应 一个人若是不守信 那么别人自然不会信任他 当他处于困境时 便再也没有人愿意出手相救 盲目承诺 失信于忍者 一旦遭难 只能自认倒霉 四 别欺负老诗人 老诗人都是善良的人 他们待人真诚 对别人掏心掏肺 倘若你能敬对方一尺 那么他会回你一丈 但是如果你欺负他 可能暂时他会选择隐忍 不和你一般见识 但是若被逼急了 那么就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有一个安装橱柜的老师傅 因为莫论又老实 到了四十多岁才结婚 有一天他接到一个女设计师 给他的活 就是按照女设计师 设计好的图案 帮别人安装橱柜 因为设计图有问题 因此橱柜并没有安装好 当客户找来时 女设计师把责任 全部推给了安装师傅 不仅如此 他还当着很多人的面 骂他指责他 让老师的安装师傅 很没有面子 后来安装师傅 把女设计师抱揍了一顿 当警察质问他原因时 安装师傅说 他经常看不起我 不仅经常当着很多人的面 羞辱我 还曾经羞辱我媳妇 这让我实在难以接受 任何时候都要记住 老师也是有底线和尊严的 如果你惹怒了他们 他们会把你使出的手段 N倍还给你 给你最有力的回击 有些人老是稳重 并不代表傻 有些人诚实本分 并不代表没脾气 他们只是懂得隐忍 不想让一份关系变得很僵 倘若你非得把他们的隐忍 当成理所当然 那么一定会说得很惨 古人说 人贵自知而后知之 人只有知其短 才能补其过 只有知其漏 才能补其缺 如果你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对自己多一份自知之明 对朋友多一份宽容 理解得饶人处 且饶人的道理 那么又何愁不快乐呢 人生说道理就是一场修行 修的就是一个人的格局 当你真正从自身出发 那么就会变成一个大格局的人 当你真正懂得主周三分米 做人三分几的道理 那么身边自然会信 一些知同道合的人 和他们在一起 你自然会实现自己的价值 余生不长 愿我们能踏踏实实做人 认认真真做事 与朋友们共勉 经验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小叔